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们好像不想谈 所以他就已经先行回到大陆去了 但是最近大家也发现了 确实在事件发生之后 看到了供机现在来绕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甚至你来看看这个轨迹图 这个大陆海警 这19天来同一艘 我们这个是只有同一艘的舰艇 它就在我们金门附近 就这样的不停巡航 甚至在地的人他们就讲了 从2月发生事件之后 他们就发现每天都是6到11艘的船 在他们用包围这两个字来形容 说包围金门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问 这一边是不是真的情势升温了 好 现在基本上在对岸 我们看到了三艘海警团 说直接进犯到我24海里 海巡无暇顾及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之后 国军这边赶紧跳出来讲 说没有我们当时有赶紧前来支援 海巡这边刚刚下午有一个新闻稿说 其实他们第一时间也有派船舰前来支援 绝对没有说无暇顾及等等事件 可是确实也有将领直接讲了 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很有可能变成 另一种形式的灰色地带冲突策略 原因是这个是在2月27号的事件 隔两天2月29号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了 说我们的宜兰舰跟对岸的船 直接对视 他们说不是对质 是对视 然后再隔几天 就前几天3月2号的时候 直接看到大陆船 他们不是绕过原本 他应该是大胆跟二胆之间 没有喔 他们现在是直接靠近金门的地方 直接往前 比我们小金门越来越近 大家就开始在问了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从原本 比较远的航道走 已经开始变得比较近的航道 画面当中您就可以看到 我们标示出来的 其实就是大陆这边的海景 那我们就想问 如果一切跟原本的规矩 都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不担心 周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长也说了 说我怎么不担心 好 原因是因为他讲了 行之有年嘛 海峡东岸其实都有固定的船舰在寻意 我们也都保持正常的征询 我们会就事论事 但是呢 我们抽到的3案路委会主委则是说了 说这个是在惊吓水域 那就不是海汉中线 或者是领海的问题 其实呢 有禁止跟限制水域等等问题 因为这边是渔场 好 到底现在 能不能理性的来处理 因为陈建仁希望 我们的行政院长希望 大家能够恢复理性 务实协商 可是到底是谁不理性 是谁不务实呢 因为在地的立委陈玉珍就讲了 说民进党现在到底是要想要 真正的来协商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人家今天回去之前还特别讲了 说管壁林他感觉就是 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 用政治方面来处理 王定宇不也直接讲吗 说海巡现在被要求 要我们自己的人去大陆这边受审 陈玉珍直接讲这些是无中生有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 到底事件的发展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认定 政府的处理办法 目前知道的是 当陆方这边代表要回去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海巡 金马这边的分属 他直接讲 说要准备88万就是20万人民币 让家属带回去 他说这些跟辅恤啊 跟什么辅慰啊 补偿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协商没成 但是至少让他们有需要办事的话 能够让他们带点我们的心意回去 但是网络上面 直接就有人这样子再说了 说如果说呢 我们的服务金300到400万的话 你看大批网友直接讲 为什么要给违法的中国人 难怪中国觉得台湾好欺负 甚至还说哇 那没事来闯一下 比诈宝还划算 有这个平面媒体的报导 让大家看到了 原来台湾其实有不同的思考 跟官方讲的一点心意这种 好像又是不一样的思考逻辑 就要请教预方委员了 现在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 因为陆方代表已经决定 打道回府不谈 那就是你民进党自负全责 而我们看到的是 在惊吓附近的水域 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大陆船来包围 这就是我不想看到的 我认为这件事其实 应该快刀斩乱嘛 处理掉 那民进党就有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 很多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的确是这个船相撞 不管是相撞也好 我们撞到人家也好 人家掉下去 然后就死了两个人 你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歉意 我认为是不为过的 是不为过的 然后你就把调查结果告诉对方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再错在先 因为你们进入了我们的 禁限制的水域 说我们不得不取缔 然后他可能拒绝接受我的 上传这个检查 然后开始就进行的追逐 然后撞上了 我们也觉得很抱歉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 但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希望未来双方加紧协商 避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然后对方家属死掉 我们觉得表达同情 我们还是表达我们的谦意 不管怎么样 因为你们死了两个人 我们这边毕竟没有人 受伤没有人死 你讲这个话就可以了 你结果你第一时间 讲一大堆的事 是没有的事 对不对 譬如你讲说 是他自己开得太快 舌刑然后翻覆 然后就死了 不是这个样子 基本的检察官 我告诉我非常地尊敬他们 我告诉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 会有斗争 会相争 但是我觉得对方大我们小 可是我们如果行事 做得光明磊落 我跟你讲 大陆百姓也坦白讲 也会尊敬我们 双方互相尊敬 就不会出事情 所以基本上 最后调查结果就是撞上了 我们的船跟对方的船 就是撞上了 是不是我们撞上他或是如何 可以再调查 但你一开始 你没有讲实话 对不对 第二个你没有密入器 那你还讲什么 对不对 你没有密入器 你没有证据可以显示 谁是谁非 那你就输了一半了 因为你是执法者 对不对 我们交通警察取缔无造价实 把人家给撞了 人家死了 我们还是有责任的 还是有法律责任 警察还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的歹系就不要脱棚 你脱下去 然后用了很多的这种 这种各种很怪异的手法 在处理这个事情 你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告诉你大陆看这件事情 一边看是一个危险 一边看它就是一个机会 所谓的机会就是说 好台海中线没有了 你什么金线之水域 偶尔把你搞到没有 为了两边的关系 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你看你现在它的海警船 不断在金门这样子闹 早就已经进入 我们所谓金线之水域了 你感觉怎么样 你说我们的军舰出现了 你如果兑换军舰会不会出现 你出现它出现 你先不要讲军舰 这种2000吨以上的我们的船 大概是要不要六艘 最多我看也只有七八艘 但我查到知道是六艘 就是我们的海船署 对方2250吨以上的船 有将近70艘 请问你你光是海警 比海警怎么比 海军的舰支 也类似这样的情形 我们不是说 掌探人之气灭自己威风 我知道高举 真实的形式就这样 你这样对峙就是 我当时早就意料到一定会这样子 他现在就围你 这个就像他们在围钓鱼台一样 他现在就在围你 你事情没有解决 你这样搞的结果 我们船也不敢出去作业 然后两岸 我们现在派军舰出去 下次他们把军舰再派过来 大家就对峙起来了 因为两岸的东西 没有办法讲清楚你知道 所以大家最好建好就收 或者是建坏也就收 你这样搞下去不好 譬如说我们讲台海中线 那好 大家都问你 台海中线 你说大家都不要过彼此的中线 大陆没有过你中线 有 他现在来了 可是他问你 你们中华民国 你们台湾的军舰 你们没有经过台海的中线吗 你们怎么补及金门马祖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应该全部离开台海中线 那你怎么到台海中线的左边来 你要到右边去 所以你讲不清楚 尤其金线之所以你在金门 你知道那有多复杂吗 东西南北都不一样金线之水域的距离 移民要搞清楚都是很困难 所以你现在这样一弄了这样一个结果 金线之水域也不复存在 双方就会会稍微 冲突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那这样如果冲突是我们想要的 那就这样去搞 那我只想问一件事 你民进党想这样做的话 你准备好了没有 第二个 百姓愿不愿支持你的做法 两岸真的是讲不清楚的 维持 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 美国这么强 中国大陆相对比它弱很多 美国对中国大陆最后 还是回到战略模糊 讲不清楚就要维持 蒙蒙隆隆 模模糊糊 大家不要彼此斗争得太厉害 就这样相安不适 过去主政国民党这么多年 也就这样过去了 陈所谓扁八年也这样过去了 你这样真的搞得要冰龙相见吗 不论在这个聪明的做法 是 其实除此之外 大家也在问 也就在这个当下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说美军的分号驱逐舰 现在也穿越了台湾海峡 当然对岸的东部战区 他们这边讲法是说 他们有全程跟奸 而且他们也说 这个时候这么大动作的来讲 到底你是想要释放些什么样的讯息 来 请教杰大使 我想就是说 美军过去去年的时候 几乎是一个月来一次 今年的 后来到了下半年 好像就经过台湾海峡 那次数就降低了 今年这个是不是第一次 我要查一下资料 不过会不会跟现在两 就是说我们在金门这个事件 两岸关系比较紧绷的时候 才来的话 我觉得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这个两岸这次在 尤其在金门水域的撞船 我们把大陆船撞翻的这件事情 造成两位大陆渔民的死亡的事情 其实昨天管碧林他们很清楚 他们到立法院把他立场一讲明以后 意思就是说谈判结束 所以大陆马上就走人了 因为大陆的谈判 基本上大概就四点 他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查明事实真相 昨天不是把事实真相讲明了 连撞船都没有 对不对 而且说不可能高速撞 到底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事实查明就是没有撞船 然后我们有这个雷达好讯号 可是现在不公开 现在是在这个检调 你叫人家谈判怎么谈 你拿不出证据你怎么谈 等你的检查点掉整个刑事 所谓司法案件结束 要不要几年以后 那你这谈判有什么意思 真相等检调好吧 那就是我不给你真相 而且我现在行政部门告诉你 就是真相就是没有撞 对 那没有撞 那这答案你能接受吗 第二个就是说 周美武也说 我们的海巡署的关系 没有完全依法行政 没有任何的疏私 大陆第二条说 惩处严惩这个有关的关系人 那你惩谁 没有人有责任有什么好承的 也就是告诉我也不承 第一个就是说 现状就是事实就是这样 你接受就好 你不接受也就这样 调也不会惩处 第三个有跟 既然对方的死亡 不是我方的错误造成的 那对家属道歉 有道歉吗 不需要道歉吗 对不对 他第三条就是要家属道歉 第四个管币林回忆了 照行情就是400到500万台币 对 那这就是告诉你这个 所以四条 中国大陆第四条就是说 你要给这个受害家 适当的一种回应 四条 四条都已经 前三条已经告诉你了 第四条就是400到500 500万 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最后通牒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大陆就走人了 那这件事 大陆最后料一句话就是说 所有责任由你民进党当局负责了 那事件就悬在这个地方了 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民进党不就摆明就说 那你就放马过来吧 我也不怕你就这样 现在摆明态势就这样 那你觉得这样对台湾有利 还是对台湾不利 我觉得对台湾不利 可是对民进党有没有利 我觉得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所以他才会这样做 所以民进党利益 跟我们台湾人的利益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 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很清楚 是 蔡英文 爱情长不怕冲突 他们也不怕跟你大陆硬杠 然后了不起怎么样 金门还给你大陆 马祖你拿回去 对不对 随你变 本来金门也从来没有投票给民进党 马祖也选不出一个民进党的代表 而且本来这个跟中国大陆 就是期待关系 把它切断不正好 来请教一下赖老师 你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现在是我们自己的行政院长呼吁 把多大家好好的谈 理性 务实 协商 处理问题 处理问题是这种态度 对方到今天为止真相不明不白 我们也不明不白 绝大部分人都不明不白 只有少数的人 有看过这个录像的 因为现在据说有密录器 有录音档 然后还有这些台湾的海巡署的这些当初执法的这些远警他们的直接的口供 所以就他们少数人 管壁林等少数人看到 知道 听到 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罹难者的家属也不知道 还有大陆那边的红十字会的这些参与 讨讨论的谈判的这些人也都不知道 那都不知道的情形下 真相到底怎么样 真相也都不清楚 你要对方说 我就根据你所提出来的条件 我就通过 我就协商 然后我就同意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成见人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假设我们主客意味 今天假设受难的 受伤的是我们台湾人 然后对方说 现在进入司法的侦办过程中 那真相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 然后就说 那我这个这笔钱你拿走 那我们就按照这样 尸体就火化 那我们台湾会不会接受 也很难接受 那我们也不能接受 我们就没有权利要求大陆 这边要接受 所以事实上大家要知道的是 真相到底怎么样 知道了真相 我们才能够知道 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区分 就是哪一些有责任 责任到哪里 哪一些他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到哪里 这个才是处理事情的办法 可是到今天为止 很明显的民进党相关的人 就是不想好好的来解决问题 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降温 他却还在做政治的操作 一直在做政治的操作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两岸还没打起来 如果两岸一旦打起来了 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那我们现在努力的就是 让这个仗不要打起来 这就是我们努力了 可是我们看到 事实是一直在升温 今夏寒域里面的 金献制水域中 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是台湾的24海里 也已经快要不存在了 因为海警船 大陆海警船已经进来了 接着会进到12海里 接着再往更近的沿岸走的时候 那情况就一直在改变了 那改变到最后 如果说万一 这些分头的民进党的人 然后下令说 你就给我开火 那就火就开起来了 仗就打起来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好 其实对于一般百姓来说 大家除了希望能够知道真相之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什么 当前线的这些海巡定兄 他们好做事情吗 因为他们未来 还未到遇到 这个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们怎么样的处理 又或者是 你一直说要给他们back up 那你是不是能够拿出什么资料 来帮他们辩活